我看你的樣子是青春少爺 但是你想的東西這麼厲害? 香港地, 地少人多 每個人都說要買樓 樓市是供不應求的 供不應求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去超市 有一百個人欠一包米 你覺得那一包米還會減價給你嗎? 那些傢伙整天都是暢淡的說話 說市場會崩潰, 會跌 如果真的崩潰, 跌了 你們買了樓, 用不著洞嗎? 我不是沒有為你們想的 我就是擔心你健康 我才想找專人照顧你 你這種性格很難跟別人相處 你再這樣下去, 次郎也不會跟你的 一說到林景晴 我就會立刻想起地產經紀 更奇怪的當然就是罵媽媽的臭小子家暴 我知道現實中的景晴 除了是演員, 也都是一名物理治療師 我就很好奇 究竟他的時間是怎麼分配的呢? 你好, 景晴, 你好 你好, 阿盈 我知道了, 你當初入行參加歌唱比賽 那時候是否經常獲獎呢? 沒有獲獎 經常輸, 還輸得很金 但你參加新秀時都入了八強 是, 很幸運 但之後是甚麼原因令你覺得 不行, 我要再來一次 我要再玩超級巨星 其實一直都在找機會 一直打算放棄 對, 突然間公司說 有超級巨星這個節目 最後機會, 最後再試一次 不行就算了 當時是給了自己一個這樣的承諾 最後的成績是… 最後的成績是… 就是很快就被淘汰了 對, 你是我的眼 帶我越過融寂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帶我穿過融寂的人潮 然後公司又被提供 想我們進入公司 那就先試一下做 我也知道進來 基本上不是唱歌 我記得當時是跳舞很多 當然, 你問我 我當刻最想的當然是唱歌 是 但相對的機會真的比較少 其實那一刻對一個人很打擊 可能我的能力也做不到這行 是 那就不如算吧 是 當我打算算的時候 突然之間德哥, 潘家德 他就找我去做On Call 36小時 第一次, 其實我當時不是感恩 你是在想… 我第一次… 我應該做 對, 我又打算離開 是 你讓我拍劇 對, 是 我當時真的這樣想 很不懂得去思考 算了, 試試吧 反正也打算離開, 約還沒結束 誰知道拍劇之後 可以逐籤嗎 是因為那次機會令你愛上了演戲 是 你見到嗎? 這次是你東都之後第一刀 你完全不緊張嗎? 手術前做足準備 整晚手術後怎麼做, 還要緊張嗎? Dr.John, 你真厲害 學到你一半就好了 你就當我Virata像自己的家一樣 你熟悉環境 回家裡你怎麼會緊張呢? 你看她的樣子, 你知道她做錯事 怕被老婆罵吧 近期, 譬如大家對你很深刻的 其中一個角色 當然應該是香港愛情故事 裡面的地產經紀 當初知道自己要去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那時候做過什麼功課? 導演阿肯, 他叫我, 又不得你做 第一次去自由度, 帶到這樣 我就很盡力, 我不停回想 如何處理這個角色 我會想到底他像什麼 我第一個想起子華神 所以其實我當時看著那個角色之後 不看著 是 我看了大量子華神的董督笑 然後那一期, 慢慢有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再看著那個角色 就從那個角色裡面 刪除了那些東西出來 那你沒辦法, 當然你沒錢 沒錢選擇自然小的 是否也先買了 便宜一點, 到時候你就放了 你再這樣等下去 你等到他收金, 你也買不到房子 對不起 這句是否你自己想出來的 是 我覺得我個人可以賤一點 而且對著兩個我熟悉的大學同學 對, 大學同學當然是這樣的 粗口又不能出門 是 但說這些可以, 嘗試找一些絕 其實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演員的身分 可以讓你做到你平時自己不敢做 是 將它發洩在角色上 是, 我近年都很依賴這件事 去宣洩我自己的情緒 是 對,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下樓上車做你這個臭小子 我覺得是真的剛才做到 你剛才所說的事 是… 老實說, 我最初看這個劇本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壞 是 我當時也調節了很久 我怎樣去演一個這麼壞的人 媽媽 我這麼大小, 沒聽過你向別人道歉 你這次重要是因為我 而向別人道歉 媽媽的人這麼骨雷脆 是我錯 家寶, 媽媽真的對不起你 媽媽不懂得教兒子 你千萬不要學我 你要好好教太郎, 知道嗎 其實你跟鮑姐對戲之前 有沒有大家都說 我們不如嘗嘗 我們應該一會兒怎樣演 還是鮑姐的方式是 不用想太多了 我們一埋位做吧, 撞吧 鮑姐說, 你舒服做就行了 繼續這樣下去, 剛才很好 我覺得這樣 它令你完全不會有壓力 因為其實大家覺得我演得好 有很多地方我很客觀看下去 是因為鮑姐, 她演得很可憐 而她演得很好 你就覺得她真的非常可憐 她非常可憐的原因是甚麼 就是那個臭小子罵她 是 我便變得很可憐 有一場是我跟鮑姐和好 是… 那場是100%的 因為我之前也不打算這樣演 我打算不用哭, 不得很厲害 但我看著她讀的信, 出事了 然後就流淚 然後跟她談的時候就受不了 對, 聲音都啞了 然後就出了那場戲 其實那場戲只是一剔 大家讚我, 其實真的… 我不是謙的, 真的是鮑姐 幫了很多 工作上你會不會…怎樣去分配 因為我知道你同時有演藝工作之餘 你也有做你的物理治療師 是… 兩件事同步, 其實很忙 是…儘量遷就時間 因為我現在只是去院舍工作 是… 時間相對容易遷就 而且這件事是不是媽媽的心願 你堅持一定要做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是她的心願 是媽媽的心願 是… 其實也是她叫我去做的 也謝謝媽媽幫你編排這條路給你 謝謝 真的謝謝她 她就捉蟲了 結果訓練完我的腦筋 我又是入了這學 我希望像你所說的 之後多點你演藝的機會的同事 也可以平衡到 你物理治療師那邊的工作 今天謝謝你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是… 謝謝… 只要堅持, 一定會有希望 大家好, 我是林景晴